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再细分去看 我当然要知道你的ETF是 虽然在买市场上我明白 你买什么行业呢? 其实大家都需要明白 里面有些高危的东西 先介绍给我 科技股高据33% 不过也有一些长期政策拥护的股份 包括一些消费品 其实金融领域最近也做得更好 例如外围有些息差阔阔的憧憬 美债息会否因为加快退市 加息而抽上去 你又会怎么看风险与机会? 其实看回这个分布来说 科技、金融和生活消费品 是三大主要的行业 加起上来都超过了66%左右 其实你会留意到 我们都是比较追求多些 这三个sector 在这11个行业分布里面 刚才回来了 科技 科技是最大的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在做这个节目 观众到收睇 都是要传来科技 一些新经济的东西 一些科技的东西 可能纵使这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回落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都是跟我们身边 是很有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会觉得 一些新经济科技的东西 始终可能都会是 未来大趋势的方向 始终都可能要买回 不过看看去到 调整到一个什么水平再计 不过你说科技 又或者其他 比如一些生活消费品等等 其实一些不和大家看的股票的估值 都有不停程度的升跌 比如科技股 可能因为一些政策监管的问题 比如三月以来 开始有少少的 不过 比如你说金融领域 和一些消费品领域 其实很多大行 都不停在升级 他们的盈利预测 所以可能不需要太担心 某别个别一个行业的调整 其他其实都可以捕捉到封面 是的 其实这也是引证分散投资风险 国别股份方面 我觉得我看完之后 我反而没有那么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明白了 比如你看画面上 大家很熟悉的股份 我们香港上市 比如P股 就是一些境外注册 香港上市的股份 里面有一只最大持股 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这一只 就是晶片龙头股 我这半年间做节目 是超级多人 超级多人问的 最近公布完业绩之后 更加宣布 可能将会 旗下的晶片加价10-15% 有些大行 将目标价上调到差不多1,000元 就是在新台币那边 最终的股价是 之前一直都做一些上来 我想在晶片行业 涉叠到的ETF 其实是在香港要选择的 都不是真的那么多 晶片行业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 因为这个 其实也是一个科技的领域 的股票 其实从头十大来看 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除了ATM之外 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科技 比如说 你看到的在十大持股 台积电 联法科技等等 都是的 而除了科技的版块之外 在这里看到 友邦、香港交易所 这些都是金融 和电行 都是金融这一方面的 也行 你们就流通了 我们现在再理解一下 我们下期间 应该怎么办 我们下期间